來看看畫面當中有這個小小的黑盒子做什麼用呢 南投信義箱民眾就發現了最近路邊經常看到了這個黑箱子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警察取締超速 讓不少人驚呼現在連測速相機都迷你化 難道是趁暑假要搶業績嗎 對此轄區警方回應在距離測速地點前方100公尺 都有設置警告標語 再次提醒駕駛朋友一定要減速慢行 省道台21線南投信義路段進行在馬路旁 時常可以看到像是車用電瓶的黑色盒子 要注意哦 這個其實是測速照相機 各縣市分局日前發放這個迷你版的測速相機 讓原警難道時常發生事故的路段取締超速 很小台啊 科技真的是越來越發達 就是小到大都沒辦法發去 迷你版測速照相機讓人無法從遠處就發現 不少駕駛人還開玩笑的說 難道警方想趁暑假搶業績 白天拍攝的話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能取得合格證書 那表示它這個雷達的部分 它在測速的部分是準確的 是沒有問題的 在執法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體積變小了 方便員警攜帶 儀器的精準度也符合法令規定 警方第一時間出面回應 強調不是為了搶錢 在測速點的前方100公尺 也會擺放警示標語 目的還是希望能減少超速引起的持貨意外 記者輪廠的報導 記者輪廠的報導